帝君虽以调服妙一冤 锁了渺落 但倘若晓得 帝君为此沉睡 即便那渺落业已被囚 我一担心 他会否闹出什么风浪来 为保帝君沉睡这百年间 渺落不知再生出祸短 我思虑再三 今日 倒是得了一个法子 先翁 急善涅槃 若是先翁 能将帝君一半的影子 施加往事之术 投入到范茵谷之中 自然此书若成 他断不会知晓 自己是帝君的那半个影子 也断不会知晓 自己肩负着守护妙一冤的大任 但此影 中国有一丝气息 是帝君的 所以只要他投生在范茵谷 便是对渺落的一个威慑 先君此事所虑周全 老朽方才也思虑了片刻 这确实唯一的可行之法 但以老朽之间 待老朽入范茵谷 施往事之术后 先君同老朽 须饮一饮望尘水 望却此事 先君行事想来严谨 想来也会理解老朽的所谓 方才敬忠 林宋 丛林 以及云庄先王 难道是说 沈夜乃是帝君的 出入阿兰惹之马 我便觉得沈夜的气息 有些熟悉 还以为我们修的是 同宗法术之谷 没想到 他竟是我的一个影子 从前 我虽怀疑沈夜造的此地 但又想一介地先 如何能使创世之术 但如果 他是帝君你的影子 那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影子 虽然是为了限制渺落 但这神力 恐怕只能用一次吧 结果 沈夜未得机会 将神力用来震慑渺落 反倒造了阿兰惹之梦 帝君 有一事我想请教你 希泽说的复活方法 这真的管用吗 希泽倒是个高人 这个方法对寻常地先来讲 或许真的管用 帝君所言为真 可惜 阿兰惹 未必是寻常地先 什么 那 那阿兰惹是什么 如果沈夜是我的影子 那阿兰惹的身份 凤九 这 这是他出生之前 这便是数百年前 阿兰惹降生的景象 可 可帝君刚才投入的是 阿兰惹的小象 为何会出现凤九殿下呢 阿兰惹 是小白的影子 阿兰惹也是影子 但是看小白的模样 他似乎并不知道阿兰惹是自己的影子 这件事确实有点奇怪 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嗯 你说得对 既然帝君这次只是影子去夏尔街 并且还蛮之重心 那我就不要知道帝君是身处何处比较好 不如 你将我的影子也拿去吧 仿照帝君的影子投生到帝君所在之处 我希望我的影子这次可以代替我好好报恩 帝君他有危险的时候 就去救他 帝君他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帮他得到 帝君想要什么 你就让他得到什么 那如果要是 他没有得到 你这个恩报不成呢 你方才不是说帝君三百年后 会以本体下坟去历劫吗 那届时我就问清楚私密 帝君他在哪儿 我希望那个时候我见到他 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没用 好吧 那将你的一半影子给我 届时 无论这个恩是否报上 我都会告知你一声 阿兰惹 如果只是凤九殿下的影子 那沈夜的这个法子恐怕 影子只有一世生命 纵使沈夜逆天造梦 阿兰惹已无法复生 阿兰惹一生凄惨 却过得如此善良 始终大器 最后竟为了比翼鸟一族 死在战场上 所以你必须配合我走完 此次我必须要让阿兰惹复生 你如愿意配合我 走完阿兰惹的一生 他会活过来的 可是你使用的法子 真的有用吗 是希泽告诉我的 他说 只要造出阿兰惹织梦这个结界 再走完阿兰惹的力程 并用琉璃斩 收集阿兰惹的元神 他就能复生了 可是琉璃斩已经破碎了 但他的元神并没有散失 而是转移到了你的体内 如今 我成了那个琉璃斩 没错 只要你在战场上 记住凤鸣针 当然 只需摆个样子 我就有办法 从你体内 提出阿兰惹的元神 你不会有一点损伤 你不也希望 阿兰惹能够复生吗 而且 想要走出阿兰惹织梦 你必须走按他的一生 这样你才能够重回你的世界 好 那我祝你 多谢你的答案 不必了 还是那句话 我是为了阿兰惹 并非为你 无论你为谁 我都要谢谢你 对了 之后的大事 就是向李雀死去之后 你就回到了神宫 我便被冤枉入狱 对吗 你的出现 产生了太多变数 后面会发生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只能尽管弃变 就算 你真的入了狱 到时候也不用麻烦希泽 我会救你出来 就算真的需要救我 就算真的需要救我 他会来救我的 恐怕 宫里已经变天了 殿下 上军薰事了 这么快 该来的总会来 我去王宫 来 夫君 不是我 不是我 夫君 不是我 夫君 王兄 你来了 王妹 你快来看看夫君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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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